大家好 今天是3月11日的《升旗易得道》 3月11日 很多年前 發生過一件很嚴重的事 那個就是日本三一大地震 今早新聞也在不斷地回到舊民 回到居民 還有幾萬人是要撤離那裏的 那裏有 洩漏 所以要撤離是正常的 因為不住得嘛 那麼我們 這一節就會在下午 旁晚時間錄 因為刁拔未來 這節只有我和Johnny 節省時間 晚上不想弄得太晚 每次都12點多 有時都挺辛苦的 好 今天 我們先說兩節經濟話題 先說完經濟 先說完再說一下 先說一些詳細說一些 跟兇殺案有關的事 另一單就是 教師跳樓自殺 香港教育問題 這兩節就先說一下 股市和樓市問題 第一節 我們 其實 之前也說過一兩次 有關這個道士股 其實就是一家中國的 頂億峰 612 改了幾次的名字 612 其實呢 類似的股份 還有很多隻 我們遲些慢慢拿出來說一下 因為 那個有共通點就是 一隻 沒什麼資產的東西就炒貴幾十倍 一毫子也不值得炒到幾元 這隻也炒得厲害了 這隻也有二十幾元 這隻炒 即是炒高出的那個應有市值是很多倍 差不多好像 差不多八倍 PB 市長大概是85倍 市長PB是85倍 因為他現在每股資產正值是兩毫七指 收市的時候是23.1 這隻東西呢 突然間就遭到這個證監就停牌 我們有理由相信證監也有監聽我們的節目 因為我們也曾經有探討過這隻股份 也知道 他也是挺荒謬的 關於他那個 倉庫的過程 以及他維繫 這家上市公司的 手法 也是十分之有特色的 我們介紹過那個蟬益投資法 用一個老莊學說的道家的方法來 這個真的很可恥 不過這個是道士的 沒辦法 所以他一定會引起這些東西 有蟬在裏面的 有蟬中在裏面的 上次其實真的說過 那些東西本身 是沒有錯的 那些道理是沒有錯的 那些東西基本上你說閒中 你說定的 在任何地方 就算是老莊學說的 任何地方其實都可以用 當然包括投資 包括你做人 但是他就偷偷地用這個東西 就換了給自己 就用這個東西來圈錢 其實賭馬賭球都可以的 當你輸到歉的時候 你最好是休息了 做任何事 你打場比賽 都是講平常心 還有你需要休息一下 檢討一下 究竟在哪裏錯了 所以 這傢伙就利用這個 比較荒謬的邏輯 或者叫做房子 圈了幾百億回來 那道道 主要其實是來自大陸的資金 其實呢 我們 也有明查暗訪的 類似這類的 這些公司 其實在大陸 非常多 起碼一百幾十間 即是在圈很大 那麼大規模那些 小規模那些可能一萬多千間 很多很多的 因為你說幾百億的規模呢 真的有一百幾十間 很多每個地方都有 每個省每個市 坦白說近 20年來呢大陸的經濟 其實那個增長真的很快速 我覺得應該是由金融海嘯之後呢大陸是加快了他的那個 膨脹 因為當年呢 美國開始爆煲 歐洲 到了今天這一刻 歐洲也沒有解決的問題 其實歐債呢 歐債危機呢 已經沒有人再提 但是歐洲經濟都仍然很差的 剛剛歐元呢 就仍然維持是一個很低的息率 是沒有得加息的 本來那些人預期幾時幾時加息 沒有得加 原因就是歐洲經濟還未走出谷底 仍然在谷底 即是以谷底的 也不是最底 只是在谷底最頂端 可能徘徊 還未突破這個底 那麽所以呢 我們都說美國一加息其實就是向歐洲 就叫做抽刀而已 因為人家未搞定的 美國經濟好而已嘛 人家未好的嘛 美國一向都是這樣 對香港也是一樣的 對香港的影響 因為我們聯繫匯率嘛 我們不想加息的時候加息 我們不想去減息的時候去減息嘛 反而這次美國加幾次息呢 香港就沒什麽跟隨的 是相對來說跟得很少 那他動得很少 你才不用跟得那麼貼 他跟得多一點就有套鈍了 連繫匯率也無法維繫 要不然脫鉤 要不然脫鉤就要跟著他動 脫鉤就暫時都頗難的啦 因為始終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體 也頗難脫鉤的 即是他加一加幾厘例如 舉例你不能不跟的 你根本就要跟著2點多啦 短股 那我們就說回 中國頂一風 剛剛恆子服務公司 正在說 星期一收市 收了市之後 公佈了 他原來是牽涉到六個 那些 指數的 指數被人剔出來 除了停牌之外 原來是關乎有幾個的 就是恆生綜合指數 恆生綜合指數的金融業 恆生綜合中小企 中小營股指數 恆生港股通指數 這是港股通指數 大陸人可以在 買這個 然後恆生港股通的中小營股 指數 以及恆生港股通非AH股公司指數 有六樣東西 都被解除了 那麼 其實意味著甚麼呢 很嚴重 還有一些行內人說 如果跟證監用8.1來勒令停牌 是很嚴重的 這個是等於天條 因為其實這個 幾乎說他有些東西是虛假 是最嚴重的 這個呢 跟賭馬一樣 即是說 如果馬會說這個騎士是未盡全力拆棋 即是犯天條 即是說你要釘牌 跟早前有些新聞說 有些 有些 沒有什麼生意 裡面的業務不夠 停牌那種不同 那種其實是很大機會交到一個計劃給他 要做一些計劃 放一些業務進去 足夠營運呢 其實那是有機會付到牌的 有可能啦 因為之前我們有個朋友 其中一間 他是被人停了兩年 那麼他不斷就向這個 證監交了一個報告 有個計劃 我怎麼做我們的業務啊 然後就說 跑了多少錢 跑了多少錢回來 第一 先還債 第二 就有新的資金 進去 又會經營舊有業務 而舊有業務也足以為前一間公司的開支 那麼就申請證監給他復牌 那當然最後都是 都是失敗收場啦 那個情況可能比這個 好很多 段股的負債也相當重啦 他不知圈了多少錢回來 還有他是一間 坦白說是 一個空殼 但是把市值到那麼高 才是引起證監高度 注意嘛 那個情況其實我覺得 好像漢能的 因為 很多網友問我漢能是怎樣的 漢能的個案 其實跟這個有少少不同 但是漢能當時 最高炒到三千多億 最高那一刻是3900億市值 當時是大個長江的 你想一下是不是很誇張 你一隻 什麼東西的電力 當時的漢能薄膜發電 這樣的股票 你怎麼炒到七個多 最高是嚇死人 但是漢能又不一樣 因為之前就說他可能有些人 想 桌底收回 夾倉 可能有人沽 這個也有些故事 但是 最新的版本我們也未拿到 未收到風 因為外面的風聲比較混亂 漢能是他的停牌的那個年期 不是他公司的那個 那個業務 因為漢能本身也有些生意在做的 有些廠的 分別就差很遠了 因為這個 嚴格來說這些是大陸基金的一個backdoor listing 根本其實他原本的業務是沒有得上市的 他也是投資啦 這個你就記得啦 因為他是借殼上市的 他就等於借殼 買借殼的 因為其實你這樣 完全不是一個可以持續的生意 然後讓你用一個後門方法去 這樣擺上去 擺上去聯監鎖上市嘛 然後讓你在那邊炒 運用財機 他收乾了那些貨 所以你就知道最後期一定是會爆的 相反 這東西我覺得那個 散戶受影響的程度 應該就不算很大 因為他可以這樣炒 炒到20多元 我想是應該收了99.9 在街上 我想不會超過0.1%的貨 因為他不是要做你的街客 他只是打入基金來的 他真正對準的市場 對準的市場 是大陸的嘛 他上面 他現在不是在這裏 搞你那些 不是搞你那些香港人 不是搞你那些在這裏開戶的人 買他的股票 然後派給你 他完全不是在做這些 你用這個角度去看是完全錯誤的 這東西呢 相對我覺得香港沒有甚麼香港人會買這隻 股票的 那是什麼人買呢 全部都是內地人買的 所有持貨的全部都是內地人 而是不是 究竟是不是真的內地的散戶買呢 亦都有可能 我只能夠說 當然 不能夠說得太明顯 因為 始終 有很多內幕的內幕 節目不能夠說得太多了 因為 很麻煩的 但是可以跟大家說 散戶 即是內地散戶都有機會間接受害 就未必是直接受害的 那麼這隻東西呢 因為上面有很多類似私募基金的東西 他們也會買這些股票 我只能夠說到這裏 這隻東西呢 我認為它跟漢能似是那個年期 停牌 我認為應該是無聊天的 看款式也應該 服牌無望 根據這個情況 停牌 基本上是無法復牌的 未見過有復牌的跡象 未見過有復牌的例子 是不是 另外之前有位網友問我 關於漢能 有什麼消息呢 是未甚麼的 即是我們是 未一個 肯定的消息 所以都不能說 因為上面有很多 不同的版本出現 今天我們會多說一些投資 我們也會多說一些投資 因為最近股市也會更旺 有人問我這陣子為什麼很少講股 我們去旅行也有問 平時PM我們也有問 也有些人會跟我們討論 股票 私底下我們也會討論 但問題就是 始終我不是 不是做股票這行 也不是那些 財經那些專家 也更加不是演員 我們也沒有人工收入 這些只是 我將我的 意見 和大家 分享一下 但是有些人就撿著你 現在 幾點啊 無論說什麼 他就問你什麼時候四萬點 基本上沒有話可說 變成大家互相抽水 你什麼時候 四位數 現在 末日專家 開始沒有人 我們近一點 以實質距離來計 你一個買下面 一個買上面 我們近一點 最高的三萬三千多 都是差幾千點 差兩成 距離跌下來 不知道差兩成 他們又說 要看14000 又說看18000 說出來 實際距離 我們就近一點 一定要我們近一點 你要今天結算 還是11000 那麼他那個盤口 就不止了嘛 兩萬多了 一個差兩萬 一個差一倍 不是說 怎樣用來開脫 我都有說 我 當時怎樣分析這個數字出來 你 去不了 看錯了 沒有辦法 達不到 我的目標 這個沒有辦法 而且也有很多 政治因素問題 這節時間 我都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我們說另一隻股票 好